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男人在空中 上电了差不多20个小时 到现在都还有一口气在 简直就是奇迹 医生们刚刚将男人安顿下来 他就渐渐地恢复了意识 迈克在一旁询问着男人叫什么名字 男人张开的悠悠回答道 自己是死神 这下子 大家都认为这个男人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 这样他身上的诡异的一切 也就能解释得通了 之后迈克还打了一通电话 准备把男人转到精神科接受治疗 等到迈克再次来到男人的病床前 此时男人的状态已经好了不少 脸色也渐渐缓和了 迈克便询问着男人一些简单信息 但是男人却一直坚称自己就是死神 他说自己因为不想去干这个工作了 所以才选择用死亡 让自己解脱 虽然这次没能死去 但是他再也不愿意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上了 死神罢工 不就意味着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去死了吗 迈克当然不相信对方说的话 直到他是精神不正常 说出来的胡话罢了 男人见迈克不相信自己的话 便说出了他在这家医院收走第一个灵魂的名字 虽然不相信 但是好奇的迈克还是上前台去查证了一下 此时迈克觉得自己头疼难耐 便回到办公室休息了起来 刚刚睡着前台的小故事就赶紧跑了过来 小护士对迈克说 那个送来的男人从病房里逃走了 而且这家医院第一个死亡的病人 就是男人所说的名字 紧接着迈克在停尸房里见到了 正在对尸体的男人 男人见到迈克到现在 还是不相信自己身份 便将随时接待了笔记本 扔到了迈克的手上 迈克打开一看发现 里面写的正是其位死者的名字 之后男人还拿了一张报纸 让迈克仔细查看 原来今天整个城市里 都没有发生一起死亡的案例 迈克才见识到男人 变成自己已经离世的母亲后 这才终于相信了男人的死神身份 死神说自己知道 正是因为母亲的去世 才让迈克选择成为医生 而他辞职也是不想让这样的痛苦继续上演 迈克也十分同意死神的想法 就在这时 医院里送来了一批严重症状的患者 迈克检查后发现 这批患者早就没有了心跳 但是身体上的痛苦还在折磨他们 迈克赶紧来到天台 找到了站在这里的死神 请求他不要辞职 回归正常工作 死神答应了他 并将笔记本递到他手上 迈克这时才发现 自己名字也在上面 突然迈克感到一阵痛苦头疼袭来 死神用手轻轻地拍了他一下 迈克又顿时感觉 身体轻松了不少 然而就是他才发现 自己尸体就躺在椅子上 原来迈克脑袋里 长了一颗要命的流 死神悬问迈克 昨晚抢救完一条生命后 是什么感觉 迈克回答道 自己从来没有觉得生命是这么美好 死神若有所思点点头 随即和迈克一起渐渐消失在空中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米老鼠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